能不能把沈玲她这个不生气的记录打破 我会更有个性的 太棒了 那一会儿那个陶一队导演交代完之后 把你这个歌迷的地方接完之后 就下午就把那个按你的主持人贼大话就改变就上面 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故事 黑糖味一会儿就到了 是零你等的 你好 你好 黑白配上 对 其实我们俩是网友 网友为什么 白配上小白 小白最近总来我们的节目 前段时间不是也 也是在现场给你打电话 对啊 连线嘛 是我说她整容要从DNA上整 对 我们好了 我好了 嗯 行 你刚刚还有电话吗 好 那来吧 好 三 二 一 开始 哈喽 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黑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小林健保也快乐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我们的著名主持人 沈灵先生 你好 你好 小黑大家好 沈灵平常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很潮 很有范儿 那你对健保有研究吗 我没有研究 因为我不懂 那个东西因为我有时候会看一些类似健保的那种节目 里面门到太多 所以我只能做一个偶尔欣赏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发烧友 我刚才还问我们导演 我说这个是古董吗 他说不是 我就很嫌弃地把它扔到了一边 其实中国的古典文化 相信很多电视机前可能一些80后啊 或者90后的年轻人 现在对这方面的喜爱就已经特别的少了 很多更多的朋友就喜欢的是那些比较潮流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 不好意思 没事 喂 王导 怎么了 啊 那个是什么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在外面录节目 我们这访问嘉宾呢 行 以后这事你就直接给我的助理打电话就行了 特羡慕你啊 把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得很好 就每天都在工作 烦死的 这个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怎么样 开始吗 三 二 一 开始 哈喽 我对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少林健保也快乐 我是小黑 那今天很荣幸地请到我们的众名主持 是沈灵飞生 大家好 我是沈灵 欢迎 怎么这个开场又来一遍啊 不是 从头来的啊 不是接着聊吗 什么情况导演 什么情况导演 我们今天的嘉宾 著名主持人沈灵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沈灵 沈灵平时给我们的感觉特别吵 很有范儿 那你喜欢研究古董吗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反差好大哦 喜欢吗 我没办法研究 因为我不了解古董 我觉得古董是一个很有文化 很有历史底蕴的一个东西 其实很多电视机前的朋友 可能跟沈灵差不多 因为很多80后和90后 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古典文化 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做什么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所以我们研究古董 不仅仅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 价值连城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文化的传承在里面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 摆在我们面前的 因为我们是健保的节目嘛 您是 我们正在 我们正在录呢 不好意思啊 对 没关系 谢谢你啊 但是我们正在录 就是这样可能会挡到镜头 我想等一下继续 哦 对 我在电视上一直在看您 终于见到真人了 哦 是 是 是 所以喜欢您 您不好意思啊 我想跟您照顾鬼站可以吗 我特别特别喜欢您 真的不好意思啊 那好吧 好吧 现在等我快一点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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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二一 这个我想问一下 这个因为我之前也见过 是您的新搭档吗 对 这是终于组神 沈灵 哦 沈灵 对啊 很客气 能跟您照顾可以吗 因为我们正在录 真的正在录 我答应你等一下拍 好不好 好吧 我们这个访问也会很快 哦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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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您先用 然后当我的白鸡 好 谢谢您 谢谢 欢迎跟镜头光临 好 谢谢 谢谢 好 来 三二一开始 那沈灵你知道我们的健保节目 其实经常在我们旁边的瓶瓶罐罐 你都不要小看它们哦 也许刚才我们喝的这个茶杯 当然了 这个很假 你告诉我这是秦朝的是吗 哇 秦朝的茶杯 那肯定不是文物了 但是你看看 这个茶壶是秦朝的是吗 哇 秦朝的工艺 有没有 除了青铜器 还能造出这样的玻璃器皿 我说的是前面的这些瓷器 我刚才其实 就是偷偷看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 不会里面真的有古董吧 你猜呢 鉴定古董方法就是 你挨个把它砸碎了 动静大的话 那就是古董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 鉴别的好方法 好方法 好方法 但是这个代价非常的大 代价 因为你知道有的古董 真的是价值连成的 所以不敢 对不对 其实刚才 刚刚的我们只是给我们 沈灵帅哥做了一下预热 那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是 有三件宝物来到我们的现场 鼻子 我看到 比那种 对啊 哈哈哈哈 鼻子 没事没事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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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呀 好呀 好啊 你想起点不错啊 不想太好了 谢谢 太简直了 表情非常好 非常好 面条 非常好 好情是有点腻 对 有点儿有点儿 就是我还得刺激他 对 继续刺激你 好坏啊 这不是谁老师 你们好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招呼哥们来还行 别啊 你们这哪来的 怎么就 你们最喜欢哪一段啊 那个隐形的翅膀 一定要听隐形的翅膀吗 因为歌词我有点不太记得 也喜欢记得 田振 野花 好不好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又为谁摆 好 静静的等待 是否能有人猜窄 我就像那花一样 在等他到来 会不会推太近了 你这焦点会 你手机的 手机的镜头有那么好啊 你嘴爷特写 你嘴爷特写 你吓死我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你路上了吗 没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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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点 推到嘴 你可点进来 不是我忘了你 我那红点我忘点了 是吧 你来一点点 什么点了 慢走啊 慢走 你忘点了你 你弄得我都没情绪了 亲爱的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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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心事太多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接下来 健保也快乐 今天很荣幸的 请到我们的嘉宾 特别帅的主持人 沈凌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沈凌 是一种收藏品 它传承历史的文化 但是如果你没有 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话 你是真的不懂 从哪个角度去见上它 你最多只能说 这东西好漂亮 这个我在哪个图上见过 在哪个博物馆看到过 但是你真的不懂 今天来到我们栏目呢 你要知道 很多这种健保节目周围 这些瓶瓶罐罐 都很有说道 这些吗 对呀 我刚才还在仔细看来着 你觉得怎么样 就它里面有一些差别 导演我刚才 你该放的吗 刚才不是聊这个吗 聊完这个才聊这些 今天是这个 那又得重来 是最后一次吗 没事 这次如果不是最后一次 我都让它是最后一次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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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新下令 健保也快乐 我是小黑 很荣幸地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她也是非常著名的主持人 沈凌 沈凌你好 小黑你好大家好 我是沈凌 平常你有这个 喜欢这个古董的这个爱好吗 我喜欢 但是我不懂见赏 哦 对 因为我看很多健保类的节目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因为我觉得古董文物 它之所以成为古董 就是因为它承载的是历史 嗯 今天我们这三件宝物 嗯 有两件 是真的 是艳品 有一件是真的 能告诉我真的那个值多少钱吗 十万 十万 那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价 对 你觉得这个价钱不够高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我们上一期 很多我们的朋友都看到 没电了 没电了 意味着是 没电了 你为什么鸡头红灯还亮着 哎 这 没电 什么 是 什么 你从 你从开始你就没路上去了 什么 什么 刚刚断了 没电了 是 我从路上 我去喝一口水 多多给我一杯水 哎呀 哎呀